大家好,这里是花儿厨房 猪肝里面还有多种营养物质 里面富含大量的维生素A,铁,锡,铜 尤其是里面富含大量的铁元素 常吃的话,补锡效果非常好 但是猪肝作为代谢器官 它里面会残留很多的毒素 所以在吃猪肝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毒素去除干净 所以它的清洗就变得非常重要 说到清洗猪肝 很多朋友都是拿清水直接冲洗 然后放在锅里面直接焯水 使用焯水的方法把猪肝里面的异味去掉 但是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焯水的时候 猪肝内部的血水很难排出来 很多脏东西也出不来 算是焯水之后再怎么洗 里面的脏东西也清洗不出来 清洗不淡的话 甚至会导致猪肝的心味越来越大 所以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清洗猪肝的小技巧 首先准备一块新鲜的猪肝 猪肝都是很大块的 咱们先把它对半切开 然后把猪肝切成薄片 切的时候切得越薄越好 切得越薄越容易清洗干净 切好以后 把猪肝装进一个大碗中 然后用清水把里面的血水给它清洗出来 洗的时候像这样 边抓洗边挤 这样可以把里面的血水全都洗出来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血水已经变得非常脏了 像这会儿就要换另外一盆水的 像这样反复多次 给它清洗几遍 一直抓洗到这个水变得清澈为止 然后再把猪肝直接捞出来 挤干里面的水分 放进另外一个碗中 接下来准备一些啤酒 把啤酒带进猪肝里面 倒上一罐啤酒 可以对猪肝里面的毒素 起到一个很好的去除作用 接下来准备 走萨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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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炒出辣椒的香味的时候 再把猪肝直接倒进来 用大火继续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的时候 把我们做好的料汁直接加进来 继续用大火不停地翻炒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 这样做的猪肝鲜嫩可口 一点腥味都没有 口感有一点微辣 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 用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猪肝非常好吃 以后清洗猪肝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用清水清洗啦 记住以上的方法 可以把猪肝清洗得非常干净 这样吃上以后也是非常健康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花儿厨房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